尖叫完事 只好永遠 那當初你為什麼會在 等於說大家宣布要退場的那一天 然後你衝上了主席台 搶了麥克風 然後看起來對這個陳維廷訓話 你看陳維廷看起來很無辜的樣子 那時候他跟我講說不會退場 那個沒打到訴求前不會退場 他跟我保證 就是其實大家都是夥伴 是是是 大家都夥伴 所以 那你那時候的質疑就是說 決策圈他還是有一個封閉的幾人小組 對 沒錯 他們自己原本是說沒打訴求 不應該先退場 你知道後來還是自己判斷認為 那個時機退場是最好的 我手上收到是因為他們已經開完會了 然後已經擬稿了 所以我裡面的參加決策的人 他們有把稿給我們看 看說今天待會要開記者會 大概就是會長這樣 就是要講這樣 那這個王先生就是跟你講說 還有變數 你現在看一看 對 但是你其實不太相信了 對 我就想說好 那你就看看你們答案怎麼做 那結果後來那個一小時內 那並沒有什麼改變 拖了一個小時 最後還是一樣 對對對 那所以你就衝上了主席 對 就是我那時候看他們講完之後 我就上去要 我想要表達我自己的意見 那你那時候表達了哪些東西 其實我認為就是說 針對我的質疑的部分 他們那時候還是實問虛達 我那時候講的是實問虛達 因為最直接一點就是 你們並沒有把四大訴求 那時候四大訴求 隨著階段性跟達成的東西在哪裡 然後事後的結果解決是什麼 你們沒有講清楚 你們就直接講說 你們覺得啊 佔你到這邊已經有得到巨大成果 即使沒有得到那個訴求 但是我們階段性的訴求達到 就還是回答這些東西 那那些是什麼 然後你們怎麼做決策的 怎麼去跟大家做這樣運動當中 所犧牲的人去做交代的 你們沒有去解釋清楚 那這是我的質疑 那你但是你們沒有解釋清楚的情況下 因為我在台下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陸續就有很多人 你就打電話來給我 然後跟我講說 他們有解釋他們的原因 然後解釋很多很多種 很多種判斷很多種理由 其實我覺得最大一點是說 其實在那個情況下 呃 他們自己受到的壓力 跟連續二十幾天 有些人在這邊待太久 待了非常非常多天 然後跟那種 像金鐘站頂的那種情況也是很像 就站頂其實都這樣 就是整個整個人已經覺得 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而且覺得交給其他人 然後之前發生行人員的事情 發生其他東西 誰站在這個舞台上面 都會把這個運動帶領到 他們沒辦法 沒辦法控制的方向 可是他們可能有些人撐不住了 我知道這些理由 就我上去抗議完之後 下來之後 他們告訴我這些理由 所以我在上去之後我講出 我覺得你們還是十分虛大 可是後來我想一想那些理由之後 我還決定就是 就跟他們說一聲辛苦的謝謝 然後我就自己先就推下去 就是本來他們就有告訴你這些理由 但是你當下你最早是不太能接受的 對 但你衝上去表達完以後 你也就覺得 我其實想帶人換掉他們 然後所以我決定就是出去外面之後 所以後來一個小時後來 我帶一群人到門口 我說希望用這些人 取代一下 就是你們太累了辛苦了 對 我說好 那就讓我們進去 然後如果我們守不下來 就讓我們被抬走 反正我們繼續倡議訴求 一定要跟民眾講說 到底我們哪邊訴求是為了什麼 然後那時候包括什麼憲政 公民憲政的 公民憲政會議 對 然後先立法後再審查 那立什麼法 民間的兩岸監委條例要怎麼做 因為到今天為止還留下來的問題 對對對 那麼我們剛剛在節目開始有閒聊 你提到說實問虛達 然後說他其實就是個謊言 你是認為誰欺騙了你嗎 第一個是王彥均欺騙我 沒有沒有沒有 王彥均的 因為他那時候在媒體面前講說 絕對不會退場 其實他講這句話是不對的 因為一件事是 你沒辦法確定的事情 你不要跟我講 那時候 那時候王彥祥直接在我面前說 我們絕對不會在為打訴求前退場 那可後來其實開記者會就打了他的臉 那這個就是說謊言 你絕對謊言 是認識的王彥坎 彥坎兄 我們現在要歡迎彥坎兄 來 彥坎兄歡迎你 謝謝 請坐請坐 我記得我第一次認識你應該